喜欢追剧的小伙伴们发现 最近热播的几部剧当中 梁成豪景之几何随著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各个网站上的指数不断升温 也就让它的排名水涨船高 仅仅咬住了之前一开始播出的时候 就呈现断层状态 热度最高的古装偶像剧且是天下 甚至在有些统计网站排名中 梁成豪景之几何还要比且是天下高 两部剧的地位出现对调 这样的逆转是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的 毕竟且是天下可是由腾讯视频推出S级古偶 特意请了初代鼎流洋洋和如今攀升 最快的九五后小花赵鲁斯连妹出演 谁也没有想到 这部剧居然没能按大家的预期表现 成为当之无愧的爆款 虽然一个是古装 另外一个则设定在了民国 看似没有可比性 但两部剧都好巧不巧撞上了古早CP这个概念 且是天下的原著小说出版于2007年 剧今有15年之久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网文的老前辈 从剧里面两位主角的设定看 观众都能感受到它浓浓的古早味 就比如说是那贯穿至全剧的一句话 这部就是俊亚绝伦的风蓝锡和风华爵士的白风锡嘛 观众一听到这样的台词 就会觉得好羞耻啊 也就是十多年前的小说敢这样写 不止如此 在这个故事的世界当中 全江湖数一数二的几个人物 男女主角的四个身份就占完了 把玛丽苏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 其他在剧里面随随便便拉出来一个人物 都是他们那个世界里面跺跺脚 就会让地球抖一抖的大人物 巧合的是 《良辰好景之几何》也是改编自一部十二年前的小说《倾城之恋》 这本小说描写了 民国背景下的先婚后爱和强曲豪夺 这个元素就是扑面而来的古早味道 一样的充满了年代感 那么 当两部这样充满住古早味的CP相遇 本来是前期风头更大 听起来花了更多钱的且是天下 却没有想到输给了斗肖和陈都灵 从短视频到某弹幕网站 能够供剪刀手们发挥的地方 布满了斗肖和陈都灵的二次创作剪辑视频 充分能够说明《良辰好景之几何》 胜过了且是天下一头 不过 因为两部剧的背景设定完全不同 所以也没有办法比较他们的剧情高低好坏 这就得从其他方面寻找不同 一方面 主要是《良辰好景之几何》当中的两位演员 斗肖和陈都灵与人物设定气质适配度爆表 斗肖和陈都灵往这部剧里面一站 一个霸气军阀扩哨一个坚韧小白花 这都不需要剧组专门出来宣传 大家轻轻松松就接受了这个设定 从观众以前的回馈来看 斗肖不是大家印象里面的颜值霸主 可是穿上一袭军装的他 身材高挑 五官有棱有角 就像是网友们现在嘴上呼喊那一句 从此我们看得军阀有了脸 至于陈都灵的美 是大家一直公认的 光是陈都灵在出演长月记名一句的几组花絮海报 就已经在网上席卷过一波风潮 回想他能够进入娱乐圈 就是因为他是被票入选出来的中国最美笑花 笑花的定义是什么 要清纯要前进 所以陈都灵都不需要费力演出这部剧的人物特点 就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的形象 一个与双手沾满了鲜血 沙发果断的军阀不同 身上不带一点淤泥的前进女主角 另外一方面 是剧组特别会放大优点刻意营造出来氛围 一部偶像剧 总是会有很多剧情上的漏洞 不想观众去认真戏揪这些问题 就得让男女主角时时刻刻营造出来氛围 让大家暂时忘记这些缺点 《良辰好景之几何》就充分把握住了这一点 豆硝和陈都灵彼此之间的肢体动作 你逃我追 你来我往 推推嗓嗓之间就把这部剧的核心 强取豪躲 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 能够逆袭并非是偶然 《良辰好景之几何》确实值得一刻